原来奥特曼竟然有四个种族 你们知道都有哪些种族吗 今天戴帽和大家好好排一盘奥特曼的种族区别 最后一个种族戴帽也是今天才知道 我们先说第一个种族 银竹 银竹主要擅长于攻陷技能 典型的代表就是法王艾斯奥特曼 还有单体攻击最强的左飞奥特曼 他们在光之国都有着很高的地位 比如奥特之父就是光之国的首领 而左飞是光之国的警备队队长 还有初代杰克艾斯都是七步上之一 同时他们也都是初衷在M78的奥特曼 第二种族 红族 塞文和泰罗就是红族的奥特曼 红族主要擅长近战 如果银竹是法师 那么红族就是光之国最强大的暴力战士 比如塞文的投标抗怪兽 泰罗的近战组合拳 或者泰罗暴数怪兽直接自爆 最可惜的是泰罗只要心脏不受损就不会死亡 还有最出名的格鲁天王雷欧 虽然他不属于M78性能 但外形和红族基本一样 红色占据了大部分的身体面积 可能会有人问 泰罗的父母都是银竹 为什么泰罗是红族呢 人道泰罗不是傲父亲生的吗 其实奥特资姆的姐姐是红族的成员 奥姆体内也有红族的基因 所以泰罗成为红族也是正常的情况 第三个种族 蓝族 蓝族是科学家一族 典型的就是西卡利和泰罗小时候的朋友托雷基亚 他们的科技能力非常强大 智慧也非常高 现在星星带奥特曼切力量的技能 就是他们研究出来的 这也大大的强化了 新生代奥特曼的作战能力 第四个种族 黑族 黑族这个种族也是近几年才出现的 主要特征是身体带有黑色的皮肤 他们是来自武林和四林行星的奥特曼战士 比较出名的有欧布奥特曼 罗索奥特曼 以及布鲁奥特曼 他们的特色主要是年轻 基本上都是年轻的奥特曼战士 不过虽然他们不是光之国的奥特曼 却也需要借助光之国的力量 小伙伴们第四个种族 你猜对了吗 如果让你成为奥特曼战士 你更想成为哪一个种族呢 请订阅你的想法来到评论区 我们一同讨论 同时记得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